欢迎收看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宗祥 灿烂时光会客室是由公民行动营记录资料库独立制作 我们透过任务的专访、议题的整理、新闻的回顾 带大家了解到正义性事件背后值得我们要再去关注的议题 然后我们在看这些事情的时候不是只有看热闹 还可以看门道 我们有YouTube频道、有Podcast频道 欢迎大家订阅、收听、收看 就像我们刚刚跟大家提到的这个节目是由公库来独立制作 而我们的经费呢 其实就是来自于大家的支持捐款 那因为灿烂时光会客室变成公库来独立制作之后 其实在每个月的经费上面多加了大概有两三万的这样的一个费用 所以公库的经费更需要大家来支持 欢迎大家来加入我们定时定额的行列 好那今天的节目呢要来讨论的一个问题 也就是私立大学 纷纷面临到这个退场的压力 107年招征敌人 我觉得我还是要讲一遍 他当初写着 就学安心 父母放心 只有到江 别无分号 问题 学生们 你们就学安心了吗 没有 你们父母有放心吗 没有 那时候他说 蔡英学合作专班 学士学位加400年的 400万的存款 来欺骗学生 招学生进来 学生根本就不知道 这样的班级是违法的 他们进来就读了 好教育部你说这是违法的 没关系 我们也改回 你要我们怎么上课 我们就怎么上课 我们也配合 一边工作赚钱 一边也努力读书 他们的辛苦 我都看在眼里 可是 没有看到的人一定都会觉得 我们就只是为了在这边混个好混的文凭 可是 有谁知道 到江的学生在这边 是要常常的被恐吓 也没有办法好好地安心地求学 但是他们也很努力地 很坚持地 想要考取政策 所以拜托 全球 全国的观众 还有全国的老师 学生们 大家都来关注这件事情 不要让教育部 陪着到江这样子打假拳 在讨论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 我一样要先跟大家做一个身份的表明 就是 我是高教工会的副理事长 那前两天 这个高教工会还有包括 道江管理学院的师生 以及中正大学 南华大学 嘉义大学 几个学校 一起到了这个道江管理学院 走到 从道江管理学院走到了 县政府有一场这个 抗议并且是一个成情的行动 那因为这是今天谈的主题跟这个有关 而且我有这样一个身份 必须要跟大家先做说明 所以接下来内容 就由我们的观众 听众朋友自己来做判断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邀请到的是 高教工会的秘书长 陈上志 陈老师 陈老师你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高教工会的秘书长 陈上志 好我想先开始请教陈上志 陈老师一个问题 就是那一天 就是为什么要去道江前面聚集 然后也到县政府来做成情 这样的一件事情 是什么样的诉求 什么样的原因 我们到县政府是没有成情 对我们只是到县政府去 要求县政府来协助这个道江在地学生 他的受教权的问题 以及未来这个道江 他如果停办之后 他的校场应该由工部门 或者是县政府来规划出 那一天其实我有遇到一些记者朋友 他们也会觉得有点疑惑 相信很多人也会有疑惑 就觉得这个道江 应该是属于教育部去做管理的 去做相关的规范 那关县政府什么事情 那当时县政府据说 也是要派的县教育处的 这个官员出来接待 但是你们觉得这个层级太低 或者不关他的事情 所以也不让他来接待 那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是跟县政府有什么关系呢 我想这个整个事情最重要的 就是其实参与的这场活动的 同学跟老师呢 他不只是道江的师生 他还包括整个嘉义地区 包括中正大学 包括南华大学 包括嘉义大学的学生会 以及高教工会 在这个中正南华嘉义大学的 分部的老师 所以他是一个整个嘉义地区 所有高等教育机构的一个大团结 来声援道江的行动 那我们到县政府目的 当然第一个是以嘉义的在地的居民的身份 来要求嘉义县政府 要来正视 以及协助 就发生在他周遭身边的 这个受教权受损的问题 那这跟县政府有关 当然还牵涉到说 那如果道江未来解散之后 他这一个 道江其实是一个有一个很美丽的校园 那他这一个校园到底如何来使用 这也优关乎整个嘉义县民的权益的问题 那我觉得这个嘉义县政府 都是有必要来对此 预先做出一些回应跟看法 但是在法律层次上面 在行政的程序上面 行政的位阶上面 县政府也可以去接收这个 道江的这个校园 因为我看到标语上面有一个叫做 校园归县这样一种诉求 如果根据现在的院版的退厂条例 的规定的话 那学校解散之后 他的财产是归于政府所有 这个政府它包含说 直接归给这个退厂基金 或者是给中央政府 对或者是给公立学校 或者是给县市政府 在地的县市政府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或者是说根据原本市校法的规定里面 这个学校解散之后 他的财产本来就是可以由地方政府来接收处理 所以在法规上面 其实是他们被刻以这样的一个责任 或者是义务 或者是有这样一个权利 那这不是道江的 不是道江的学生第一次在学校前面抗议 或者是表达诉求 在去年他们曾经也在道江前面有抗议 那甚至也曾经北上到教育部去抗议 他们的最主要的诉求是什么 或者是我想更简单的 可能很多人不了解这个道江发生了什么事情 大体上知道这个学校宣布停办 那停办就停办 那大家就是赶快各自去解决 这个自己的困难 那为什么还有这些曾经抗议的行动 整个道江的事情 它充分的展现 目前许多私校董事会 他们在处理 关于这个私校心学这件事情上的一个范例 而且是一个非常恶劣的范例 那简单来讲就是说 不是什么办学办不下去 简单来讲就是 当董事会 他决定要恶性退场的时候 对 什么事情都会发生 那你倒将这个例子来看 他其实一开始 就是董事会无预警的宣布停招跟停办 那我想这个观众朋友可能 会对这两个名词比较陌生 那所谓停招就是说停止招生 那停止招生的事情就意味说 我今年停止招生 我没有一年级的新生 可是我这个学校里面 还有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的学生 一定在的嘛 那停办呢 则是指说 我这个学校就全部关起来了 对 就是老师也不上课 同学也不上课了 就结束了 对 所以 道将他一开始就宣布 他无预警的就宣布他要停办 对啊 那同时也宣布停招 对 那这个东西当然 很明显的就是说 违反了教育部的法令 所以呢 教育部就说你不可以这样子啊 对啊 我可以核准你停招 但是你不可以一下就是停办 所以停办就被驳回了 那当时呢 因为道疆失声的抗议 对 因为这个牵涉到很严重的 就是受教权的问题 你学校一瞬间就说 我要停招了 我要关闭了 那二三四年级同学的受教权 到底怎么办 所以呢 当初教育部就有承诺 道将的同学让他们原校毕业 那原校毕业的意思就是说 从去年停招开始 对 要等三年 等到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的同学都毕业了 他才可以停办 不过 虽然是原校毕业 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不少的学生也都转学到 其他的学校 例如说其实应该有好几百个同学 到了无缝科技大学 那这样不是也是一种解决 这个淡江大学窘境困境的一种方法吗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这样子啦 就是说 有很多人都有在封传闻 说这个道将啊 他们有幽灵学生 那所谓的幽灵学生 就是说当初老师去招生的时候呢 就跟学生讲明了 你只要缴学费 你不用来上课 对啊 那到时候你还是会有成绩 到时候还是可以毕业 这个叫幽灵学生嘛 那其实啊 在淡江去年做了这个 停招跟停办的宣告之后呢 当然就有很多学生 他转学 对 而且是整批被带走的 那这一批 我听说大概有五百多人啦 那应该是直接被转移到 武凤科技大学区 所以我们称这个东西叫 武凤接轨 对 武凤接轨 那这个当然 也听闻是这个 nice小公主带去的啦 那 可是呢 什么样的五百名的学生 可以轻易的转学 因为他们都没有去上学嘛 所以他们转个学籍而已 办个手续也当然很容易 可是留下来的这将近三百名的 二三四年级的学生 他们是一直认认真真的在 淡江学习上课的同学 而且他们多半也都是住在 淡江 也就是说 铺子太宝附近 对 的年轻学子 对啊 他们是认认真真的想要 学到一些东西 而且这个东西是 对他们未来的工作 是有帮助的 对 那所以对他们来讲 转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所以其实有五百个学生 可能被认为是 幽灵学生的这样的一群人 他其实就无缝接轨 另外还有三百个学生在这边 这三百个多个学生 有按照 学校按照他们原来的程度 叫原校毕业嘛 就是如果原校毕业就是 那我们就安排老师来上课嘛 那学校还是正常的运作 学校的这个行政 还是正常的运作 你们就来上课 那他还是有这样的一种状况 还是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呢 教育部的承诺 当然到目前为止 他们没有改口 但是虽然 看不到他有任何作为 但是他没有什么改口 那当然 学校方面 在这个 在过去这一年当中 当然是乱搞啦 乱搞 所以其实我们这次 去县政府的时候 我们不只是要保障 原校毕业的受教权 我们也希望在这个过程里面 能够确保教学的品质 那学校乱搞的部分 当然第一个就是 他没有给你足够的师资啊 然后就是不断的用各种手段 想要逼迫你转学啊 然后希望你离开啊 对 那种种 我听闻到了种种很多 不好的手段 当然是很多啦 但是我们简单举一个历史就好了 就是 道乡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的校长 董事会所指派的校长 其实是完全不符合 大学校长资格的 这不错 他就是 你要当大学校长 你至少要有一定的 学经历嘛 对 还有程序 选任的程序 那 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们 假装 就是要临选校长 但是呢 至少我知道 他们临选了两次嘛 那 我们当然就是有朋友 也想说 要去协助到这样的学生 去临选校长嘛 那结果他 我知道的是那一天 就是说 他通知到学校去做 这个校务发展报告 对 他去了学校之后呢 就找不到人 找不到地方 可以去报告 然后他就赶快打电话 通知上面有一个 联络电话 打去之后呢 那个人跟他们说 对不起哦 我们这个校务发展报告 是在台北 那道乡在嘉一 他们在台北做这个事情 那上面没有说是在台北 没有啊 对啊 那所以 事情就这样不了了 他们就说 那这个临选就无效 等等用这种方法 不断的拖延 然后用他们自己 董事会派的校长 那因为这个过程里面 实在是违法 违规的非常的严重 最后呢 在今年4月12号的时候 教育部终于指派了 一个所谓教育部 指派的校长 到江去 但是这个已经到了 4月12号才就任 那4月12号之前 就是任由这个董事会乱搞 你的意思是说 在形式上面 似乎符合了原本 他们的承诺 就是原校毕业 可是在实际上面 不管是在大学的选任上面 可能会有一些 比较tricky的地方 或者是一些 可能你们会认为 一些不符合诡地的地方 那学生在这个就学的时候 其实应该有的教学品质 也是不够的 也因此就出来抗议 可是这个抗议 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阶段 是有用的吗 是有效的吗 就是反正都已经 慢慢的时间拖过去吗 那原本二年级的人 要变三年级四年级 然后越来越少 然后就耗在那边 那这个对学生的教学 学习是会有帮助 对老师的工作权 会有帮助吗 有效没有效这种事情 通常不是考虑的要点 对啊 那我当然不会说这个 没有效或者是有效 但是我觉得 本来团结行动 就是一种表达 自我声音的一种方式 对 那我有声音要表达 我有意见要谈 我总不会先想说 我跟你讲这个话 到底有效没有效 那他最重要的是 就是说他们的意见 要被听见 对啊 那事实上整个过程 从去年这一整年的过程里面 教育部说要原校毕业 真的只是口头说说 对 那这个过程当中 学校方面 其实也 看起来也没有打算 要让他们原校毕业 可是教育部也不管 他唯一的作为 就是4月12号的时候 派了一个校长下来 那结果他师生 马上去找校长 就说他们需要什么 对啊 那其实 这些同学 他们觉得事情很简单啊 对啊 就是他也不需要说 在两年的时候 聘任什么 专任的师资 要很繁琐的程序 他们只是说 就我们科系 目前剩余的课程 需要的专业师资 那你可以 这一两年的时间 暂时的 去请其他学校 有专业能力 专业知识的老师来兼认 兼课 对吧 我们需要的课 跟我们需要的教学品质的内容 连这个都做不到 上好就好了 对 他们只要求这样子啊 但是校方连这个都不愿意做 啊就是装饰啊 对啊 OK 我想这不是一个单纯的 在道江所发生的事情 在台湾 不讨不讨的学校 有类似的这种状况 我想对很多人来讲 私立大学 就好像是私人的企业 那他要收就收 他要倒就倒 有什么不可以的 反正他可能也是办不下去 他也必须要做 这方面的处置处分 当然也不是说 学校不能够退场 但是学校退场 我想至少有两个 基本的一些观念 第一个就是在程序上面 他是不是按照法律 是不是按照既有的制度 或者这个制度的本身 呃是不是能够 他的这种退场的方式 是不是能够保障 这个学生的受教权 老师的工作权 以及包括行政人员 等等的工作权 还包括了这个校场 他是不是属于公共的 那为什么要谈这个校场 是不是属于公共的 就是因为从市立大学的 这个设立来讲 虽然有一些是部分的 部分的经费是来自于 这董事会的这个投资 或者是这个捐赠 但是有一部分更大是来自于 政府的教育资源的补助 还有包括学校的学生的经费等等 那这个其实就是这个市立大学 公共性的部分 所以待会我们的节目要回过头来继续 跟大家讨论 道疆的问题 道疆的问题 不只是道疆的问题 其实还有很多台湾的市立大学 都面临到同样的处境 特别是科技的科技大学 相关的院校 那当然教育部在最近在推动的 这个私校退场条例 这个私校退场条例 其实也让这些看起来是要去解决 市立大学退场的问题 可是这个解决的方法是对的吗 解决的方法是合适的吗 我们先休息一下 再回过头来讨论 还我受教权原校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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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需要针对这种宣布 承办的规划以来 也进行一些教职员生的一些 安置跟说明 也举办两场 全体教师的一个说明会 那全体的一个教师 包含我们所有专业教职 也都有提出这样的一个 我们相关的一些理事问题 那全部老师也都有签署这样的一份同意书 那针对所谓的学生的话呢 我们也举办了素食堂的一个说明会 教掌不好意思 那是自愿还非自愿的签署呢 你是说呢 叫自愿啊 都是啊 自愿 全部是自愿吗 是发自内心的自愿吗 因为呢 我们说实话 我那个是白纸黑 每一个人都是成年人 每人必须对他的法律行为要扶植 我们没有做任何强迫 这个是实事 我的意思说呢 同学们的这些诉求 我们待会的话 如果可以 我们找我们的副一长 相关学生代表 我们学校这边 会把你们的所有的问题比清 因为呢 我们在所有的说明会里面 其实我们也讲得很清楚 我们三个选项里面 我再重复一次 我们让学生自由选择 第一个选项 你如果要退学转学 你可以自由选择 第二个选项 你也可以选择安置 第三个选项 有一个叫校本部毕业 那校本毕业的话呢 原本我们用安置的模式 很简单 他就会用专案的一个模式 来做一个申请 那校本部上课毕业 这你们的诉求 一定要确保 你们所修的一些相关 毕业门槛 跟所修的权利的话 不受影响 在这个条件之下 我们才同意 这个东西 就是待会儿 我们会做协调的一个内容 等于说 如果损及你们在校的利益 没有让你们原校毕业 你们可以不同意 所以等于说 这个是不是非常明确的一个方式 那对同学的话 说实话 你们原本在哪边上课 你们所修的门槛 都不变 因为 到江 有些校外上课 我们如果 不提到校本毕业的话 我们没办法 让一些校外合法 在那边毕业 所以我才强调 那个叫做 原校本部上课级毕业 你们所修的相关学分 你们的毕业条件 那些毕业门槛是不受影响 不受损及的 在这两个最重要的 保障你们群立之下 其实对你们来说 应该是没有 没有牵得到你们群立 那一天说明会指说 你如果选 你如果选逼 选逼 他会将资料 报给教育部 他会将那张单子给教育部 请教育部 帮你选学校 他一直说他很无福 他也不晓得这样子 那 他也一直说 他也说 那如果选B的话 就会帮你们呈解 那如果 那张单子不交 余率都以A 为做选项 那A是什么 A选项就是说 自己办理休学 或转学 我们知道 我们有看到有C 但是我们不知道 C的意义 是有什么意义 对 因为他就不说C有什么意义 他只说 他们有读一不业 就是整个学校比你那一条 他就挑上面再两条 所以我们也有学生问他说 那你请问你是在 因为有学生比较同 他就问说 请问你是在威胁我吗 他就讲说 那你们可以选B啊 在3月14号 一个记者会出来的时候 就说 四剩一个不留 什么叫四剩一个不留 你知道我们学生会慌 会乱 会不知所措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诉求原校毕业嘛 我不想让你安置到 我们不如意的地方去 或者是说 我到别的学校去的时候 我还要去适应新的 环境 学校 老师 或是他们的课程 课纲跟课表 浪费了我们之前 学习的这几年的 不管是金钱 或体力 或者是任何东西 基本上学校的课程 课纲 或是学制的问题 这些必须有学校 如果说要协助我们的安置 必须有学校 这边旁边去处理 但是 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 我们很多学生 都是自己去找学校 找他校的主任 老师 甚至校长 想要多方面的来跟 我们学校的校长谈 但我们得到的讯息是 有有谈 有谈 有谈 谈在哪里 我们看不到 没有声音 我们不知道 教育部 核准的声音都没下来 学校怎么能够 这么肯定 跟确定的说 我们 要原校安置 或者是说 他校 转学呢 有的学生已经紧张在吃药了 那到现在 我们的诉求就是 我们希望 既然你们帮我们收了 你就要让我们毕业 不是你们今天收了我们 你又抛弃了我们 那像我们来赌社工的话 以后我们服务个案 是不是 我把个案收了 那我以后有困难了 我就把你抛去别的机构 有很多同学去问了别的学校 别的学校说 像我们三年级的 我们要降级 那我们读了三年了 我们又要降级 你知道我们的学费 有的同学是去借来读书的 有的是真的是 早上去工作 晚上来读夜间部的 那像有的是从花莲 台北 台南 跑来读的 对 好多同学都是那么远跑 就是为了你们这一间 想读道江大学 那既然你来读了 你又抛弃我们 那我们怎么办 我们有去问别的学校 他们的实习分数 跟我们不一样 然后他们机构实习的分数 又跟我们不一样 那我们过去他们说不一定能接受我们的实习 那我们实习已经完成一半了 我们后半段怎么办 从不能叫我们 今年47岁 你叫我再读两年 我就快50岁才毕业了 我怎么办 欢迎回到灿烂时光会客室节目的现场 我是主持人管中翔 灿烂时光会客室是由公民行动营记录制造库独立支持制作 欢迎大家透过捐款的方式 定时定额的方式来支持公库的运作 也让我们能够持续做好的节目 那今天在节目的现场 跟大家访问到的是高教工会的秘书长陈尚志 陈老师 陈老师你好 我们刚在上段节目当中谈到了这个道江管理学院的整个的这个过程 包括学生的抗议老师的陈勤等等 也提到了在他们在宣布要这个停招停办之后的一些作为 当然从高教工会的角度 从这些师生的角度觉得会很不可思议 那当然会有大学会停招或者是私立的院校会停招 有蛮大的原因大概会有两个 一个就是少子化 那学生减少人数减少了我们办不下去 那第二个人少子化也会涉及到的就是 经费的问题就是学生的经费变少 学生的学费变少了 那当然学费变少之后国家的补助相对之下也会随之有一些调整 那这个状况会使他们办不下去 那如果以这个道江的例子来讲 或是我们看到很多其他私立大学的例子来讲 真的都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吗 我认为所谓的办不下去 或者少子女化 多半都是一个借口 对啊 而且这个借口的背后就是所谓的成本利润的考量 不过市立大学他还是要考虑到成本 对他们来讲 当然每一个你经办任何的事业的时候 你当然都会有预算绝算等等之类 是否平衡的考量嘛 对那但是呢 如果是正常的非人力企业你不会去考量说 你的利润有多少嘛 那你只会考量说只要我的成本 对我可以维持这个平衡就OK了嘛 对但是多半这些想要退场的学校就是觉得 以马要觉得这个利润不佳 获利不佳 对啊 要嘛就觉得如果我来办其他的事情可能更好赚 所以他们是基于这一种经营一个企业的思维 在面对这件事情 然后也许办学有困难 就是说你要维持这个平衡有困难 可是这个困难是可以克服 但是这些学校我认为是 一点都没有去思考说 他要如何克服这个事情 那这里面其实还牵涉到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说大家对大学的定位的认知的问题 我们现在一般人都假设说 诶念大学就是高中毕业 18岁到22岁这一群人嘛 那你一直focus在这一群人的少子女化 你当然会觉得办不下去啊 可是我们要想一想大学的目的 是提供给这个社会所有需要这个知识 或学位的人进来就读嘛 那你如果从这个角度来思考的话 所谓的少子女化跟大学的生源 就完全切割没有关系啦 因为据我所知 在台湾社会里面 有非常非常多的人 即使到现在四五十岁五六十岁的人 他们仍然有到大学念书的需求 可是我们台湾社会 包括这个也不止这些学校出来 台湾社会 并没有在为这个很广大的 对 有大学需求 一般的民众 一般的需要的人 对 那你大家都没有想到说 其实那比如说大学里面的上课的时间啊 试试的安排 课程的安排嘛 就是完全是针对这个高中毕业的这一群人 而且是假设他四年就要完成这样子的一种设计 那你如果跟开放人来想 这个大学他要提供的服务是针对整个社会 而不是针对特定年龄层的人 其实根本就没有这样子的问题 那如果以这个稻疆的状况来看 我们知道其实有很多的市立大学 背后可能都是可能是跟地方的派系 跟这个财团大型的企业是有关的 稻疆本身也是有一些这个 我如果没有记错 也是有一些比较大型的企业在支持嘛 那这个大型的企业支持也会让他们觉得 我办不下去我没有钱嘛 稻疆其实并不是真的没有钱 其实稻疆他的这个 他的校舍其实很漂亮 但他这个土地是跟台糖租的 那其实稻疆他们在先前 就是在过去这一年当中 他们就是死赖的 说他们没钱不交这个台糖的租金 那教育部就跟他说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要把你董事会解散 那董事会解散之后 当然就是教育部会在林选公寓等 下来经营这个事情嘛 那结果就在这个 教育部跟他们讲这样子 然后这个命令要发布的前夕呢 3500万就马上汇进去台糖那里了 对 这3500万是多少 多久的租金呢 这是过去这一年发生的事情 他是 是稻疆这块地租台糖 租10年的租金 10年才3500万 对 哇 真的是蛮原意的一个租金 对 但是他们一次就付10年 那表示说 稻疆他现在说他要 他要停招要停办 对 这个事情就有鬼了 因为停招停办 他急着今年要停办 问题是他去年才租了10年 那也就是说他还要用这块地用9年嘛 所以这个很明显 他是要做其他的用途 对 他们在法律上面 可以让他们 愿意改成做其他的用途吗 即使在停招停办之后 如果根据旧的 目前的这个施效吧 好像是75条的样子 他的确可以改办其他事业 对 那目前呢 订定这个施效退享条例呢 某个程度上就是要防堵 嗯 就是说施效去擅自 把他改办其他的 所谓社会福利事业 对 或者文教事业 所以其实按照施效法 其实是有一些规范 但是其实目前是希望 用施效退享条例 把这个规范变得更严格 对 是的 但是即使教育部 想要把它变得更严格 可是看到高教工会 似乎也觉得很宽松 那这个宽松大概可以分成几个部分 一个是董事会的重组 一个是有关于土地的 或是相关资产的使用 再来就是学生的受教权 以及老师的这个工作权等等 也许我们可以接下来 就从这几个部分来 从来看这个条例 这个条例 或许就可以跟道疆 这边有一些关联性 甚至其他的 私立大学要退场 院校要退场也可能有关 哦 我们也许先谈一下这个董事会好了 就是可以先告诉我们高教工会 对于现有的这个部版的 这个教育部版的 或是行政院版的 这个董事会的这个解散组成 有什么样的一些意见吗 呃 根据现在的这个 退场条例里面的规定 就是说这个董事会 因为退场条例里面 它是先规定 就是说 它会先预警 对 预警一年 但是预警它不会对它公告 那预警之后呢 它会专案辅导 嗯 OK 那专案辅导的三年期间 你 其实喔 在到了专案辅导 嗯 就是 简单来讲就是应该要辅导 你 停办 嗯 就是结束了 好 那专案辅导之后呢 它 呃 如果你有没有 不符合相关里面的 辅导的规定的话 嗯 它可能会派公议董事等等之类的 嗯 可是呢 高教工会的主张是说 只要学校一停招 嗯 对 它就应该要组公议董事会 嗯 来接受后续的事情 嗯 因为呃 停招是一个重要的指标 对 对 当一个学校开始停招之后 他表示他就是要退场 嗯 嗯 对 那这个时候公议董事就应该要进场 嗯 对 由公议董事来处置 包括后续的 我刚刚讲到的学生的受教权的问题 嗯 嗯 教师的安置跟退服的问题 嗯 以及后续的财产 归功的处置方式 嗯 那这个都不宜由旧的董事会来处理 嗯 对 因为旧的董事会他既然可以把一个学校办到岛 嗯 那我们凭什么相信他可以把后续的事情做好 嗯 或者是说我们凭什么相信他能够有能力去改办其他的事业 这个对于既有的学校应该会很反对吧 因为如果他们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去由这批的董事会 持续的拥有这个决策的权利来做别的 那就这样子一个法令是对他们是有这些保障 而工会的这种做法就是说啊你们就完全不要管 因为反正你们就是可能很废或者是你办校都办不好 你别的东西也会办不好 那这个不会引起反弹吗 当然呃 董事会或者是说董事会背后的这一些财团的力量 嗯 当然会很反弹 嗯 嗯 但是问题事实摆在眼前啊 嗯 就是如果你是一个有能力 愿意投入资源去办学的财团 你不会把事情搞成这样子嘛 那既然已经搞成这样子了 你又要反弹说人家来帮你把事情做好 嗯 对啊 那我们知道他们不让人家来接手 他们反弹的真正理由 嗯 是他们根本不想把事情处理好啊 嗯 对他们连这个学生的受教权他们都想要侵犯 嗯 他们也不想要给老师足够的安置跟补偿 嗯 然后他们想要把既有的学校资产变成私人资 嗯 对啊 我常常说台湾在解研之后有三波啊 嗯 就是说 财团从工 掠夺公共财产 第一波叫公益事业民化 嗯 第二波叫二次精改 嗯 第三波就是这个私校的问题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呃 董事会 我们会觉得说反正您可能也都 本来就办不好 然后如果再持续办 是不是真的办得好是一个怀疑 第二就是你们还要再处理这些校产 或处理这些老师会不会符合公益的这样一个性质 恐怕也是一个很大的质疑 当然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他们来处理这些之后 接持续在董事会里面 他们是可以去处理有关于这个校产 那校产应该转转做什么这样的使用 他们是冤有冤有的董事会是可以冤 但是高教工会也认为他们不适合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当然啊就是我们从 因为其实已经有几间学校退场了嘛 我们就举我们第一个退场的案例 就是永达的案例 看他就有的董事会 没有组成公益董事会之前做了什么事情 这个其实还蛮可笑的 就有的董事 这个永达的董事会啊 他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已经停办了 但是在这个过程他欠了 老师 所有的 不只是欠 之前的欠薪 他也没有发之前费 也没有任何的未租金 什么都没给 连老师的公保年金 对 现在老师也都没有缴 也都没有缴 对啊 那这也都算了 但是他们处分校产 对啊 他们 就了董事会呢 把这个校产 卖了六千万 然后这六千万拿去 这六千万拿来处理这些 我刚刚说的这些问题是绰绰有益 可是他们把六千万拿去干嘛呢 他们把六千万说 因为这个个别董事 过去有借前个董事会 所以就把这六千万分 还债 对 说还给董事 但是这个东西喔 是教育部答应他们 处理校产的时候 明令禁止 对啊 明令禁止他们这么做 所以呢 他们是故意违法 那故意违法之后 我们就跟教育部说 啊你要去追逃啊 对啊 那结果教育部的追逃方式是说 那请这个董事会喔 对前面的这个行为 提出告诉这样子 对啊 那你说自己告自己哪会成啊 但是他们很听话 他们真的去告 只是你知道做这种民事诉讼的话 他必须要有一个裁判费嘛 OK 就是他要交裁判费的时候 他就说他交不出来 所以这个案子就被驳回 对啊 所以到目前为止 永达就是 挪了六千万 自己到自己口袋里面去啊 对啊 所以这也是你们觉得这个 行政院版的这个 私立学校退场条例的 第24条 是有问题的原因 喔 24条牵涉到的是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 呃 他当然跟我们说 停招就要主攻于董事 这个是有关啦 但是 呃 24条主要的问题是说 他在24条里面规定说 学校在专辅期间 专案辅导期间的三年之内呢 嗯 仍然可以申请改办其他事业 嗯 可是我我们觉得这个等于就是给私校 有三年的时间做逃跑的动作 嗯 嗯 那我们就觉得这个巧门必须要 立刻关闭 嗯 嗯 嗯 OK 因为齁 其实我们已经看到呃 很多私校他为了逃避这个 私校退场条例 嗯 在现在 在今年 或 欸 因为退场条例如果是 通过之后上路 他有一年的什么 预警期 嗯 所以就今年或明年 你会看到大规模的私校 对啊 急着要停办退场 嗯 因为他们就想要逃避这个私校退场条例 嗯 那这个是我们看到是在董事会跟校产的 这种处分 或者是他转型的部分的一些规范 那当然从观众的角度 或者是从很多同学的角度 他更在意的可能是他的受教权 跟老师们的这个所谓的工作权 在这样一个目前的这个教育部 呃的退场条例当中有什么问题 对这些学生的保障 对老师的保障是足够的吗 呃我讲先讲学生的部分 嗯 呃 我认为立法院在审议的时候 他们真的是没有考量到 呃 学生真正的想法 嗯 我当然对于呃 行政院的官员 或者是说 呃 立法院的教育文化委员会 他们在审议 关于学生权益跟教师权益的时候 他们的基本的出发点啊 嗯 基本上是善意的 嗯 他们觉得这个是受害者 就是 当然应该要受到应有的补偿 对 对 或应有的安置 对 问题是说呃 他们并不了解真正的情形 嗯 OK 就是说 对 嗯 他们最后做成一个决定 就是说 大学 就是说接收的大学啊 他可以在校外开班 嗯 嗯 因为在目前为止 呃 大学要在校外开班 这个是还蛮 规定还蛮严格 不太允许 嗯 那 他的意思就是说 啊 比如说以稻疆为例 啊 就是说稻疆毕业 稻疆现在停办之后 嗯 把全部的学生学籍 比如说转到吴凤 嗯 大学里面去 可是呢 吴凤可以在稻疆这个学校 原地开班 嗯 OK 但是 他们把原校毕业之类的事情 才理解成为在原地上课 嗯 他们没有想到说 如此一来 他的学籍就转到吴凤去了 嗯 那吴凤到底有没有适合他们的科系 嗯 嗯 然后他毕业之后 他拿到的是一个很奇怪的文凭 是吴凤的文凭 嗯 而不是稻疆的文凭 嗯 对 但会不会对很多同学来讲是没有差 反正也都是有学校可以毕业 甚至可能会觉得 呃 这个吴凤 他的某种的校域 或者是他的 这个形象 或者是他的资源是更多的 嗯 我想对于那五百个 幽灵学生当然没有差 嗯 可是你对于 目前留在这个学校 他真正是想要学习 嗯 然后他真正是想要 利用他所学来贡献社会的 这一群 年轻学生来讲 那差别很大 嗯 所以刚刚谈到转学 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啊 就是刚刚谈到相同科系 这是一个原因 那另外转到别的学校 呃 呃 虽然在自己学校去就读 可能比较没有这么问题 但是有些转到别的学校 他可能会面临到新的环境 适应的问题 刚 谈到我记得在永达 有一个例子就是呃 永达好像有个跟航太有关的科系 可是屏东或是南部 几乎都没有这样的一个科系 建筑 对要建筑 所以他就必须要到其他的地方 这个新竹嘛 对这个是涉及到考照 还包括涉及到别的 到底你的周围 有没有合适的学校 能够去去接收这样的一个学生 都是非常非常复杂的过程 那也就是从高教工会的角度来讲 就是好了 你就宣布停招 那我们就在学校整个把它走完 乱玩 那有些老师可能没有办法聘专任 那至少是用兼任兼职的方式来去教学 好好让学生在这个地方毕业就可以了 那这个是在学生的部分 那从老师的受教权呢 老师的受教权又要什么样的保障 老师是那个工作权 工作权 老师的部分 其实行政院版里面也规定了很多细项 因为这个涉及到工作权的上市 那你如果要一个人的工作权的上市 尤其是大学老师他在这个时候 他上市工作的时候常常就是50岁上下 对 那他会面临这个中年失业 再也找不到工作这样子的问题 那这个事情还是是蛮严重的 所以在院版的草案里面就是有规定很多 因为这牵涉到有人选择退休 有人有年资的问题 他的状况也就是比较复杂 所以到目前为止 立法委员在讨论这一条的时候 是讨论不下去 他们就直接交付协商 那我基本上是觉得大家就是看不太懂 那这个部分高教工会 其实有跟这些委员说如果有需要的时候 我们会去跟你解释 这个法条里面他为什么要这样子规定 或者说可以怎么样子修正 目前这个案子其实是已经送到了立法院 然后在教育文化委员会 应该算教育文化委员会出审 已经过了 但是他里面有大部分重要的条文 都是交付党团协商 所以那个还是另外很大的角力过程 因为进入党团协商里面 里面就有各式各样的力量 就会莫名其妙的跑出来 这个力量他常常看不到 对 因为审查会他至少会直播 我们知道谁讲什么 党团协商也是会直播 但是那个背后还是有一些 一些不知道在干嘛的力量 这怎么处理怎么办 事实上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党团协商 谁会去党团协商 对啊 那也不知道党团协商的外面 摄影机照不到的地方 他在干什么 对 这个可能才是一个更大的一个问题 那这个不是只有在这个学校里头 但将到将会发生这样一种状况 在很多学校也都会面临到这种状况 高教工会再去处理这种失效退场 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到处奔波 那在制度上面也未必是真正对这些老师 跟学生是有利的 有什么一个更好的方法去面对这种到处奔波的 这种救援的行动也好 或者是特别是你刚刚谈到 呃 今年底明年初 这样的一个例子可能会越来越多 我认为哦 最简单的处理方式就是 团结行动 这个团结行动包含就是说 所有第一个 它包含好几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就是说 所有的失效的失声 他必须要团结起来 你不要去分说你是可能退场的 我不是可能退场的 而是要想说这个是大家共同的处境 大家必须要团结 那第二个层次是说 其实公立学校的失声 也必须要来关心这件事情 你不要以为说 啊这个是私立学校的事情 跟我无关 好像真的无关 我不相信这种趋势在 在演变下去真的会无关 第三个是说 其实我们也要团结 常常大家忽略掉 私立中学这一块 他们恶搞的状况 也非常的严重 那私立中学的教师同学 这个也要团结在一起 这是第三个层次了 第三层的团结 那更重要的是呢 整个社会 如果你稍微触及到这个一题 你稍微关心公共一题 你都应该要跟大家团结在一起 那团结力量大 只要我们团结行动 我们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我觉得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就是我们常常谈到 私这件事情 或者是私教这件事 好像是私人的事情 是个别的事情 但是那其实不是 因为所有的东西 他都会跟你我都会有关 刚刚谈到不只是 可能比较被认为排名 到后面的学校 会慢慢遇到这个问题 那比较前面的学校 不代表他不会问到这个问题之外 我觉得很重要 是这个私校的资产 其实也是我们纳税人 所支持的 我们也是透过纳税的方式 来支持这些私立学校的营运 那所以这个学校导 其实某种程度上 我们也是股东啦 我们其实更是一个 广义的股东 所以这可能是我们必须 要去关注的一个面向 今天非常谢谢陈上智 来接受我们访问 希望下次有机会 再来跟你讨论相关的话题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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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